賈蓮走過去西縣,只見窗內燈燭輝煌。賈蓮就推門進去說:「哈哈,大爺在這裡,兄弟來請安。」 賈蓮正同三姐在喝酒取落,當堂就不好意思,只好嘿嘿嘿起身讓座。賈蓮就說:「何必客氣,大家兄弟,大哥為我操心,我就算粉身碎骨得那麼極不盡。」 賈蓮,如果大哥多心,我怎能安樂?以後求大哥仍然像往日一樣,不然兄弟寧願絕後也不敢再來。 賈蓮就要跪下,放到賈蓮連亡扶起他,賈蓮怎麼說?我一如領明。賈蓮就立刻叫人,拿酒來,我和大哥喝兩杯。 賈蓮跟著賈蓮,賈蓮的根手又拉著油三姐,快點過來,陪你叔叔喝一杯。賈蓮就笑口細細地說:「嘿嘿嘿,老爺,你好厲害的,為兄一定要乾了這一粥。」 誰知那個油三姐,他一跳就跳上礦,指著賈蓮罵:「哼,你不用跟我花言巧語了,清水煮麵條我看得清清楚楚。 我看你是皮影戲人物上場,免得督穿層紙而已,你別想創心了。」 猜我不知道你府上的事嗎?現在花了幾個臭錢,兩兄弟就想拿我兩姐妹當粉頭來開心嗎? 哼,你們打錯算盤了。我都知道你老婆惡相語的, 那一刻掛起我兒子來做異房,收藏不見人。好啊,我要見一下那個鳳奶奶,我看她是怎樣三頭六臂的。 如果大家和和氣氣就算數,若有半點虧待,我就有本事先挖你兩個黑心腸出來,再跟潑虎拼命。 不是我就不算是游三姑奶奶?哼,喝酒而已,怕什麼呢?我們喝。 三姐講完,就撕起個壺,倒了一杯,自己先喝了半杯,又攬緊賈蓮條頸,灌了那半杯。 來啦,我和你哥哥喝過了,我們來親熱親熱一下吧。 嚇到賈蓮條頸,走到醒了,假真都想不到三姐這麼老爛,不怕醜的。 他弟兄兩個在風月牆中就玩慣了,誰知道今天被這個姑娘仔嚇到疾了。 三姐還不停地叫,請二姐來,要開心,我們四個一起開心。 他們是兄弟,我們是姐妹,又不是外人來的,儘管來了嘛。 游二姐就反為不好意思,假真是乘機想扔了,由三姐怎麼肯放過她呢? 現在三姐的樣子,哈哈,鬆鬆地撬起頭髮,那件大紅奧就半扣半開。 底下那條綠褲還穿著紅鞋,那雙金蓮,一時又拍齊,一時又吉起, 哎呀,真是一點斯文都沒有。 那兩隻耳嘴,好像打秋千那樣乘下乘下乘下,在燈光之下,越發顯得是柳眉龍脆霧,就彈口點單紗。 本來就是一堆秋千那樣,喝了一杯酒更加微泰萬千。 不獨自押到她二姐,而且假真、假蓮還說的,他們見過上下歸箭, 還拿了那麼多女性,沒有過有這個徹藥風流的。 兄弟两个早就整身都远了,由三姐拿两手出来试试,贾连和贾珍就直接说都不懂得说,可见,不过只是走识意志。 三姐高谈阔论,任意发挥一轮,拿贾珍兄弟嘲笑取落,一时走足轻尽,她就立刻不让他们两兄弟多坐,赶了他们两个出去,自己就啪声闪门睡觉。 从此之后,那些丫鬟婆子有点多做不到的地方,三姐就把贾珍贾连和贾勇三个大闹一刹,说她是子爷三个,诡骗她寡母姑女。 诶,贾珍那次回去了之后,以后就轻易不敢再来咯。 谁知那个游三姐,她生成脾气很绝,似着自己生得风流标志,偏偏是要打扮到鬼火那么漂亮,特意作出无人及得的风情浪态出来,引到男人垂然落魄, 欲近又不能,欲远又不舍,痴痴迷迷迷神魂颠倒,三姐就开心了。 后来她老母和二姐就整天劝她,她就反围说, 欲迷你很糊涂,我们金欲一样的人,白被这两个东西玷污了不报。 而且她有个这么厉害的女人,现在瞒着她,我们才安乐。 有朝一日她知道了,喜恳罢休,势必要大闹一场,都不知道谁生谁死。 我不趁现在拿她来踩开心下,到时白白背了臭名,后悔都不切。 三姐这样一说,二姐没女,见劝都劝不听,也就这样算了。 那么那个三姐呢,就日日选吃选着,打了银的,又要金的,有了珍珠,又要补石,吃完肥饿,又要劏肥鸭。 有点不顺心,就整桌均塌了。那些衣裳稍有不如意的,就不管什么零罗臭断,拿起把剪刀就剪到碎了。 哎,试一副就罵一举,搞得贾真她们又没有日安宁,还花了很多贵心钱。 贾连她来亲,都只是在二姐房,慢慢就有些后悔。 但是二姐呢,就有很多情的,她以为贾连是终身倚靠的人了,那样样都痛着她,疏着她。 论起温柔和信,有商有良,不敢似财尊横,在这方面来说,就胜过奉者十倍。 论起标志,言谈造事,都胜五分。所以贾连同她,就如交似漆,似水如雨,一心一意,誓同生死。 心里头还哪里有奉者和平儿两个? 那二姐时时在枕边就劝贾连,你和真大哥商议一下,选个相熟的人,把心丫头拼出去吧,留着她在那里,不是长计的,始终都会搞出事来的,那怎么办呢? 贾连就说了,日前我都和大哥说过了,她又不舍得,我就说了,是肥肥羊肉,只辣到死了。 玫瑰花是可爱的,那些痴是刺手的,我们未必能寒得住她的,那就静静静静找个人拼出去吧。 谁知大哥他又一味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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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你见我有什么法子啊? 二姐就说了,那你放心,我们明天先劝三丫头,她肯就等她自己去吵,吵得没法子了,你大哥就肯的了。 啊,那倒是吧。 于是到了第二天,二姐就避了走,假年也不出门,到了午间,就特意请妹妹过来,和母亲上座。 又三姐就知道她们的用意了,走过三巡之后,不用她姐开口,她就先留着眼泪说了。 姐姐今天请我,当然是有一番大礼要说的。 不过阿妹,我不是蠢人,不用你提起那么多陈年往事,我都知道了,说也无谓。 既然如今姐姐有了好定安身,母亲也有了安身之处,那我也要自己找个龟叔才对。 但是终身大事,一生一世非同而弃,我如今改过首份,我要选一个合心合意的人才跟她去。 如果任由你们选择,虽然有钱有劲,有才有貌,只不合我心的,都是白过一世的。 假年就说了。 哦,那是容易的,你说谁就谁,所有彩礼由我们来自办,母亲也不用操心。 又三姐就说了。 不用我说了,姐姐就知道了。 假年就问二姐是谁,二姐一时又想不起来。 大家想了一下,假年忽然间就说了。 啊,还是此人无疑,我知道了,不错了,果然好眼力。 二姐就问是谁,假年就笑了,帝哥他怎会在心,一定是保育。 二姐和尤老太听了,亦以为是。 怎料尤三姐车地骂了一声就说了。 我们有十个姐妹,难道都加你十个兄弟吗? 哼,难道除了你家,天下就没有个好男人了。 众人听了都奇怪了,那除了保育,还有谁呢? 尤三姐就笑着说了。 你不要只懂得在眼前想。 而且你想想五年前的事。 正在说,忽然间见到假年的心腹家和轻仪进来, 请假年说,老爷那边等着叫二爷。 小人说去了舅老爷那边,那我就快点来请二爷。 假年又问他,昨天家里有没有人问起? 小人说给二奶奶,说二爷在家庙和真大爷商量做百日的事, 怕不回来。 假年就连忙叫他拉马。 另外一个家和龙儿就跟着去, 留下轻仪在那儿应付人来人往的事。 这时候,二姐就拿了两碟菜,叫人倒了一大杯酒, 叫轻仪在旁边蹲在那儿饮食。 又问他这样,又问他老样, 问他家里的二奶奶有多大年纪? 怎么个利害法?老太太有多大年纪? 又有多少个姑娘?日常又怎样? 那个轻仪就笑嘻嘻地一边吃, 一边就把荣府的事告诉他母女。 后来轻仪又说:"我是在二门当班, 那里一共有两个班,一班是四个, 总共有八个。八个人当中, 有几个是奶奶的心腹, 有几个是二爷的心腹。 奶奶的心腹,我们不敢得罪的。 二爷的心腹,奶奶她敢得罪。 咦,说起我们的奶奶,真是心独口尖。 我们的二爷算好了,怎么救她来呢? 咦?身边的平姑娘的为人不错呢? 虽然她也是帮着奶奶的, 背着奶奶时时做了好事。 我们下面的人有什么不对? 咦,死了,奶奶也不放过。 求一下平姑娘就没事了。 现在,合家大小, 除了老太太和太太两个, 没有个人不恨奶奶的。 不过面子份上怕她的。 她个个都看不在眼。 哈,一味是会哄老太太和太太欢喜的。 她说怎样就怎样, 没有人敢阻她的。 她真是恨不得欠买那些钱, 不得欠买那些钱。 等老太太和太太说她会过日子。 她又拿了财, 只是捱死我们下面的人。 哈,有好事啊。 她又不等人说, 欠头功先。 不好的, 说是她自己错了, 就推到别人那里。 哈,还在旁边撲火。 哈, 连她自己的亲婆婆大太太都恨她死了。 说她呀, 雀仔选那些旺顶飞呀, 自家的事呀, 不管理了人家那么多事呀。 要不然老太太在那里, 早就叫她回东府了。 尤二姐就笑口吟吟地说了。 哈, 你在她背后这样说她, 将来你又不知怎样说我了。 我又差过她一层, 更加有得好说了。 那个轻仪连忙跪下说, 哎呀, 如果奶奶你这样的说法, 小人不怕着雷劈吗? 如果小人我们是有福气的, 娶奶奶那时候, 娶奶奶你这样的人, 那小人我们都可以捱小点打扰, 不用那么提心吊胆。 现在, 跟二爷这几个人, 谁不在人前人后, 都赚了奶奶你好的。 我们还商量, 叫二爷要了我们出来, 我们情愿事后奶奶你呀。 那尤二姐就开心了。 哈哈, 你这个滑头仔呀, 还不起身, 说句玩笑得放成这样。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呀? 我都要去找你们二奶奶了。 哎呀, 轻儿就猛耍手说, 哎呀, 奶奶你千万不要去呀, 一世不见她更好呀。 她那份人呀, 嘴甜心苦, 两面三刀, 上头一面笑, 脚底下框跌人。 哼, 明是一盘火, 暗是一把刀, 什么都佔齐了。 三姨把嘴这么厉害, 都不够她说的。 奶奶你这么斯文良善, 哪里是她对手呀? 尤二姐就说, 那知道我以礼待她, 她又敢怎样呀? 哎呀, 不是小人喝了酒乱说呀, 奶奶你呀, 就算有礼仰呀, 她见奶奶你比她漂亮, 又得人心过她, 她怎肯罢休呀? 哼, 人家是粗情, 她是粗缸来的。 来呀, 二爺看到一眼那些丫头呀, 她有本事当着二爺面刮人家呀。 阿平姑娘虽然收了房而已, 二爺和她两个, 一年这么长才在一起, 她要闹人十几次。 激到阿平姑娘发起脾气来, 又哭又恼, 又不是我自己要的, 你逼着我进来, 罵我不肯, 你还骂我作犯, 现在又说我。 啊, 她又没本事呀, 反而是要求平姑娘呀。 二爺就说了, 说大话呀, 那一个夜叉反而泡屋里的人? 诶, 这些就是俗语说的了, 天下大不过个理字呀。 平儿是自小陪她的丫头呀, 一共陪了四个过来, 架的架, 死的死, 剩下这个心腹, 她以为收了入房, 一则就演她言得, 二则就想叫平爷绑住二爺的心, 不用二爺在外头走扯。 还有个原因的, 我家有个规矩, 未曾娶妻之前, 都要先放两个人入房服侍。 二爺本来有两个, 怎知不够半年, 都说哪里不对, 一刀就跑掉了。 人家就不要说, 她自己没有面子, 那便逼着平姑娘, 做了她屋里的人。 平姑娘是个正经人, 又没有把这件事记在心, 她又不会挑三拣四, 一尾的赤膽忠心服侍她, 这才容得下来。 二爺就说, 啊, 原来是这样啊, 我听说, 你家还有位寡妇奶奶和几位姑娘, 她这么厉害, 这些人肯过她的吗? 轻易就拍起手掌笑了, 哈哈, 原来奶奶你不知道的? 我家这位寡妇奶奶, 花名叫做大菩萨, 第一个言得人, 我家规矩大, 寡妇奶奶不理事的, 只而清静手指, 好在很多姑娘, 交了姑娘给她, 管姑娘看书写字, 学针子, 学道理, 除了那样, 百事不知不管了, 只因这段二奶奶病了, 大奶奶暂时管几天, 不过照例行事, 不像那二奶奶这么多事, 我们的姑娘是这样的, 大姑娘不用说了, 不好也没那么大福做王妃, 二姑娘的花名叫做二木头, 柔氏姐妹问她什么意思呢? 轻而又说, 玫瑰花又红又香嘛, 没有人不爱, 只就是吉手而已, 可惜又不是太太生的, 烏鸭窝女就出凤凰, 还有个四姑娘呢, 又小个, 她正是曾大爷的亲妹, 因为自小没有老母, 老太太叫太太臭过来, 养得这么大, 她也是不理事的, 奶奶呀, 你知道吗? 除了我家这几个姑娘, 另外还有两个姑娘, 真是天上小有, 地下无伤的, 一个是我们姑太太的女儿, 姓林, 叫做黛玉, 身材面貌, 和三姨她差不多的, 一套文章, 只就是一身病, 那天还穿着一件甲衣服, 出来一吹风就跌了, 我们嘴多多地叫她做多病世事, 还有一位姨太太的女儿, 姓氏, 呃, 叫什么, 寶钗, 百刀呀, 好像雪堆出来的, 你两位姑娘, 美人一样, 又知书識字, 她们时时出开例, 有时候被我们闹了一眼, 唉, 我们呀, 连气都不敢休息, 二姐就问她, 那你们家有规矩的嘛, 虽然你们的年轻入得去, 哎呀, 只遇到小姐, 应该远远避开的, 轻易就耍手话, 不是呀, 不是呀, 正经的大礼, 当然要避开的, 避开了, 我们自己都不敢休息, 是呀, 是怕, 那些气大得太呢, 就吹掉了的林姑娘, 那些气暖那头呢, 就吹溶了的氏姑娘呀, 哈哈哈哈, 哎呀, 说到整个屋子都笑了, 鲍耳的女人就打了轻易说, 嘿呀, 你呀, 原先也有点真真的, 被你这样胡说, 都没了应了, 哎呀, 直到不像是跟爺爺的人, 吹了这些傻子, 都像是保玉那边的, 忽然间三姐笑一下问, 你们家的保玉, 除了上学做些什么事的? 轻易就笑, 哎呀, 儿娘你不要问她呀, 说出来你都不信呀, 她这么大个, 就是她没有正经上学的, 我家从祖宗到爺爺, 谁不是寒昌十了呀? 偏偏她也不喜欢读书, 老太太也宝贝她, 老爷先前还管一下, 现在也不敢管, 她经常癫癫痫痫的, 说那些说话人家又不明白, 做那些事又不知, 外头人人看见她那个样子, 很清晋的, 以为个人都很聪明的, 谁知道是外清内族, 见到人不说话, 谁知道她聪明就聪明, 没上过学都认得几个字, 她天天又不贼文又不贼母, 又怕见人, 一味喜欢在那些丫头堆里困, 又没来搭纱, 有时见到我们, 中意起来, 无上无下, 乱玩一通, 不中意起来, 各自走人她都不理, 我们粉树坐树, 见她都不理, 她又不闹, 所以没有人怕她, 随便怎样都走得掉。 又三姐说, 主人宽点, 你们又这样, 嫌点, 又软, 可知难相遇。 二姐说, 我们看她都挺好的, 原来是这样的, 可惜。 三姐说, 姐姐, 你别相信她乱说, 捕育是有些女儿喜, 知她哪是糊涂? 姐姐记不记得, 这次扮喪事, 有日和尚进来妖观念经, 她站在我们前头挡住, 别人说她没来, 过后她静静地告诉我, 我估计那些和尚蜡, 怕未溫馨姐姐你们。 接着她又喝茶, 二姐你又要, 那婆子拿了她的碗来斟, 她又快点说, 我喝过的, 洗那只, 就看这两件事, 她一点都不糊涂, 只是不是几合外人的胃口, 别人不知道她。 二姐就抢着说, 我这样说, 你两个情投意合, 那将你许配给她, 喜不示好。 三姐见到轻仪在道不便说话, 一味低下头摸瓜子, 轻仪就笑, 是呀, 你两个确实很合一对, 不过, 二爺有了, 现在未现形, 将来一定是林姑娘母义, 现在因为林姑娘多病, 还小过, 未到这一步, 再过三两年, 老太太一开口, 杀定了。 大家正在说, 龙二爷回来说, 老爷有事, 要派二爷去平安州, 二爷今天不来, 请老奶奶早点和二姨订了那件事, 让二爷回来再作定夺。 说完, 她又和轻仪一起回去了。 Behavior警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